上个月桃圆警方接获民众报案 入主区已处停车场发生打架纠纷 园警到场后进行盘查时 直指一名黄姓男子 因不配合还大声咆哮 当场直接以强制力压制 并喷辣椒水伤靠管束 当时一名酒后黄姓男子不仅不配合盘查 且以言语及冲撞的动作来挑衅园警 针对此案当事人黄姓男子发布声明喊冤 认为报道不符事实 重申当下他正好准备前往停车场临车 送人去上班时 在警方未事先声明 告知当事人违反何项规定之下 无故被要求趴下 所以才会大声回应 你要先盘查盘查我们是不是知识分子 我们连认识他们都不认识 然后你就叫我们趴下 所以我们那时候要去上班 然后远警一下车就跟我们说 全部趴下 然后警察就把我往旁边拉 讲说趴下 然后我讲说 我没有做什么事情 为什么我要趴下 黄姓男子也澄清 当时并没有喝醉酒 而这次事件也造成他的身体伤害 让身为刺青师的当事人 近一个月无法止业影响生计 当下他还有打电话给我们 我在医院的时候 他打给我们 然后我就讲说 我根本就没有喝酒 你们不要一直说我酒醉酒醉酒醉 而且我现在眼睛也是呈现半瞎的状态 就是我左右没有看得很模糊 对此黄姓男子已向桃园地检署 案领申告在案 听候法院裁决 对于相关指控 接稿前尚未获得警方最新回应 但警方也曾拿出密入器 自清 强调行为一切合法 并不认为执法过当 有时新闻 湖村五六桃园如主采访报导 好 好 大家好 感谢观看